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6月2号 礼拜五的午安您好 台式新闻 我是侯乃荣 头条讯息带您来看到庙会伴桌吃到一半 结果变成了露天流水席 日前马娃台风来袭 宜兰撰围有一间宫庙正在伴桌 结果一阵强风纵雨突然打来 不但吹起了棚架 还掀开了一大块的顶部 瞬间开了大天窗 这大雨就不断的灌入 让伴桌现场成了名符其实的流水席 庙会伴桌吃到一半 突然一阵大风吹来 帆布棚架不抵大风吹 整个被吹起全空 场面超混乱 众人赶紧冲上前 死命拉住帆布 五名壮丁拉住旁边帆布 但强风无孔不入 上红灯具和顶部也左摇右晃 甚至有块大帆布直接被掀开 尖叫声此起彼落 头顶开了个大天窗 强风伴随大雨不断灌入 这下半桌用餐 瞬间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流水席 我先跑 为了安全嘛 对啊 为了我们的安全有第一啊 很危险 所以就快点回家好了 这半桌地点就在宜兰撞围乡 受到马娃台风外围环流一向 突然间下起间歇大雨 临时搭计的棚架被强风吹得东倒西歪 在场民众几乎连连 开心吃半桌 突然变成露天流水席 想必回忆难忘 这里科业依然报道 我们下午前哀疫情 这边的刀劲 就是说 咱们试着